全宇宙的华为家各位好 我是聂俊 很快9月份《乌贼娘》 斯巴拉痛3就要来了 并且这次终于有了官方中文版 斯普拉顿就是官方的中文名 所以我们要超前趁热度 在三代发售之前 先来聊聊这个系列 我正式入科恩二代 其实也就是今年的事情 原因有很多 没有中文 不习惯体感 抢法太烂等等 并且5年前主机加速业务不像如今这般普及 国内想要裸联玩斯巴拉痛2 可谓困难重重 就算你的网络没问题 也架不住堆有的网络有问题 那直到三代公布后 我才回去玩第二代 没想到这一玩 就玩出了事情 千言万语会再一句话 相见恨晚 设计游戏 一个古老且庞大的游戏类别 广义深来说 任何主打和远程玩法的游戏 多少都能归其为设计类 大胆一点 我甚至觉得 沙滩排球也是可以考虑入围的嘛 发展到现在 设计游戏多半包括了 第一人称设计FPS和第三人称设计TPS 那作为《枪车球》里的老大哥 他是如今游戏界最火爆的游戏类型 没有之一 光COD就能做到平均每作2000万左右的销量 更何况 还有光环 占地 DOOM 说它是最火爆的 是有市场数据支撑的 欧美人爱玩 爱做 还做得尤其好 长年累月 就让欧美对这个类别实现了垄断 这种垄断不光是作品数量和质量上的 更是文化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是哪怕日常来做 都得往欧美胃上面靠的现状 于是就导致很多时候 我明知道游戏挺好的 但预告片一出来 熟悉的超汉子 MuscleMan 大杀四方 雪降四射 又或者是美式的卡通 诡异莫测 超能变身 反正就是非常欧美的口味 倒不是说不好 就真的是看太多了 这个时候再看Spanatone 那烧到骨子里的美术风格 往那一放 就是猛男当道的清新异类 没有脑匠事件的杀戮 也没有写实破败的阴暗 只有一群Q弹可爱的小乌贼 在动感美妙的电子乐下 眉心眉肺的将五彩缤纷的墨水撒遍战场 色彩 偶像 潮牌 整个游戏充满了青春的无限活力 就像玩了十几年的JRPG 看腻了腼腆中恶的马柏路 星际路 阿姨行铁路 突然来个Yennefa加独角兽 这谁受得了啊 除此之外 Spanatone也是任天堂的第一款 主打多人对抗的设计游戏 二代发售之后 无论是宣发还是赛事支持 老任都是极力想把这群小乌贼 打造成自己的电竞品牌 可以说这一个IP就同时挑战了设计 网络 长线运营 三大过去任天堂没有深度涉足的领域 所以即便抛开Spanatone的差异化魅力 光是当成一款纯粹的任天堂游戏 它对如今NS多元盛世的现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更何况这游戏还是官方认可的 自2001年的匹克敏以来 时隔14年 任天堂本不完全原创的主力IP 但是Spanatone的成功并非只有卖相特别 它不只是一款看起来不欧美的设计游戏 更是在游戏内核上真正做到的另辟蹊径治理门户 而这条蹊径的名字就叫做《徒弟》 用墨水涂满地面 争夺地盘 最终按照面积大小定称副 这就是Spanatone的最标志性也最基础的《徒弟玩法》 事实上游戏在WiiU上的原型阶段 Spanatone的核心创意就是纯粹的多人徒弟 画面显示也是和现在成品完全相反 大屏幕上是地图 实际的操作反而放在了WiiU的Gamepad上 强调的就是实时观察墨水分布 然后制定策略出门徒弟 游戏重心一目了然 至于让乌贼拿着水枪徒弟 这全都是后话了 它的原型与其说是一款可以徒弟的打枪游戏 更像是一款可以打枪的徒弟游戏 出发点的不同 让Spanatone的开发完全不受传统游戏的概念束缚 比如说枪线手感和压枪 老任表示我要的是徒弟又不是真实枪械 无所谓 转头反而强化了部分武器弹道的随机乱数 这东西打人不见得打得准 但徒弟却是异常的高效 这比如武器射程 如果遵从真实枪械射程内指哪打哪的弹道 Spanatone的对局怕是要变成逐不出户 老家开局就能突变全场的神魔大战 这体验基本属于风铃月影 所以才会在游戏里看到射程 还不如传统手枪的狙击 以及堪比近战的短手武器 就是要让玩家清零前线 面对面的近距离的直你一脸 实现敌我互相喷涂 你来我往 眉来眼去 如漆是焦 谁辱交融 极不可耐 激情是射 的垃圾效果 这就是典型的为了适应徒弟而改造的射击 但这看似反常的一改 倒也改出了新的特色 因为射程骤减 距离的概念反而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何稳定的利用自己的极限射程击败对手 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足以让玩家磨练上百数千小时 由此衍生出来的还有取射 因为打的不是子弹而是墨水 所以弹道不光是抛物线 还会在射程的末端垂直掉落 这彻底改变了过去的掩体攻防模式 躲在掩体后面一样可能被来自头顶的墨水支一脸 部分武器 例如筒系的泼墨 更是专门维持打造 只要玩家开动脑机运用一些简单的几何指使 就能够实现许多别出心裁的战术打法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 玩家扮演的小巫贼可以随时潜入己方的墨水 理论上只要不被对方发现 玩家就可以在允许涂抹的地方 搭建一个临时的隐形掩体 包括墙壁 这一设计不光弥补了取射对传统掩体的克制 更让游戏脱离了传统设计游戏中 没有掩体的就只能成为靶子的尴尬 创造了攻防随时随地转换的对枪方式 特别是当它和射程 取射以及传统掩体互相结合后 这套相生相克平衡关系 赋予了SmartTone极高的力回上限 战斗中的心理和操作博弈 可谓是瞬息万变 高手玩起来 观赏性极佳 灵活且精准的距离把控 复杂多变的力回博弈 怎么样 这关键词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不同的记事感呢 没错 SmartTone作为一款设计游戏 却拥有了如同格斗游戏一般的交战细节 在这里 玩家不再像其他设计游戏那样 一照面就得立马绝身死 甚至人都看不到就被八百里开外的巨神一枪带走 现在 玩家有更多的机会互相试探 在敌我互相可见的距离下 根据对方武器的射程 特性 地形 队友站位等因素 综合分析 随机应变 如同格斗游戏一般见招拆招 寻找破绽 这种柔杂的射击游戏和格斗的独特体验 观看视频可能没有那么容易领会 只有花大量时间深入体验 才能越品越有味 越玩越上头 当然 即便你不是高手 也不想花心思去研究战术打法 SmartTone也有平易近人的一面 因为这场巧妙将整个战场 统一到了徒弟这一件事情上 徒弟意味着可以通过浅墨 高速移动 可以爬到跳步上的高台 相反的 对手的墨水则会让我们寸步难行 甚至死亡 墨水的存在也意味着玩家可以通过地面的颜色 直观地分辨战场局势 将过去隐形的战线的概念 转变为肉眼可见的战略 而辅助我们制定目标 开枪消耗墨水 使用副武器同样消耗墨水 墨水是游戏中玩家唯一需要管理的资源 而直接喷出去的墨 又给了我们潜入其中并回墨的地形 包括游戏中大招的激战 依靠的也是徒弟而非杀敌 所有的设计转来转去最终都将玩家引导向了 徒弟等于对我有力 这一点共识上 不知道干啥 徒弟真没错 所以战居优势的队伍会本能的想要徒更多的地 放大优势 推进战线 而劣势队伍又会因为有更多敌方墨水可以覆盖 从而更容易击散大招 发动反击 整个过程不需要什么深奥的战畜意识 只要身处战局就会自然而然的进入状态 而且我认为 萨巴达通的精髓 就是赋予开枪以徒弟 这个杀敌以外的正向意义 传统游戏如果水平不够 杀不到人 就感觉自己毫无贡献 还送人头 参与感极差 但萨巴达通不会 因为徒弟就是他们的胜利方式 哪怕玩的是规则不同的真格牌位 徒弟照样可以辅助队友牵制敌人 不用直接杀人 也能发光发热 玩家持续不断的开枪行为 每时每刻都在提供这样的微小贡献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竞技游戏 无法避免的挫败感 就是死 老子也要多吐几枪 这看似玩笑的一句吐槽 却是大部分喷喷玩家积极的游戏心态 更何况退一步来讲 真的有人可以拒绝涂地吗 过往的无数游戏已经向我们证明了 把地图用另一种颜色填满 这是刻在DNA里的主讯 是游戏玩家谁都逃不过的终极诱惑 看到地图上 有一小块没涂到颜色 就算长途拔涉固定重游 也要把那小块给涂满 这种强迫战 你们感受没有 有没有 就更别谈利用人心的弱点 把涂涂做成了核心玩法 大家知道这种强迫战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对枪对到一半 突然发现旁边有块地没涂到 但又不能过去涂的心情 有多难受多煎熬嘛 任天堂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除了涂地 Splotone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体感射击 我先做个小调查 观众里玩过Splotone的 你们现在用的是体感瞄准的 还是摇感瞄准的 来 弹幕走一波 虽然我自己用的是体感 但初上手也是真的有点驾驭不了 花了好长时间才转变过来 这个过程谈不上是煎熬 只能说是痛不欲生 刻骨迷心 但真正适应之后也确实有那么一点 忍悉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 因为按照常理体感嘛 学习成本应该更低 更符合直觉的 但现实是大部分摇感玩家 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振动期才能完成过渡 一旦渡不过去 一生气一跺脚 就可能气坑了 如果说这是过去的肌肉记忆 在妨碍我们使用体感 那么是不是真的越小白的玩家 就越容易接受体感呢 那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我们在公司内做了个小小的调查 我平时都不玩这些游戏的 我一般都玩横版而已 3D对我来说太难了 而且还是设计 我平时设计游戏玩的其实不算多 因为我天生也不是特别好着口 但是你要我玩的话 我是可以玩的 我平时玩第一人称的设计游戏比较多 这种第三人称的还带体感操作的 还比较少接触 我平时一般都不怎么玩游戏 我觉得它体感很好玩 没有体感就难玩得要死 我不知道我在干嘛 这款游戏的体感操作 我一开始其实非常的不习惯 因为它的体感是你的摇杆跟体感两个东西 它同时可以生效 一开始我玩的时候我会有一种 我不知道应该用谁去控制谁的这种 但是后来我花了一段时间去 习惯它之后呢 我现在反而变成了 关掉体感 我不会玩了 对我来说是挺不习惯的 对我这种习惯的第一人称的 设计来说 体感的话它会增加我瞄准的难度 虽然我还不是很熟悉 你如果问我怎么样的话我没有对比 所以不太清楚 不会 其他游戏我不知道 但是就 Sparatoon来说的话 你给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用体感玩 我想我应该会尝试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不习惯的话我就会改为原来的双摇杆的操作了 如果和摇杆相比的话我更喜欢摇杆和体感一起开 这几个人差不多都覆盖了 一 几乎不玩游戏的 二 玩的少的 但是不怎么玩射击的 很快就接受了体感 没有啥怨言 其中一个甚至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就已经可以在内部的面帘中完成击杀操作了 要知道平日里 它就是因为不擅长用摇杆控制视角 所以基本上从来不玩3D游戏 它能有这样的上手速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并且更有趣的是 当我把游戏的体感关掉之后 我觉得没有体感我就跟废物一样 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没错 就这么不到一下午的时间 他们中那些第一次接触Smartone的人 已经逐渐的将体感变为了本能 本能到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 虽然他们中坚定的摇杆用户 信仰也动摇那么一丝丝 虽然说这个调查和严谨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不可否认体感瞄准 确实是感染力极强的一种操作方式 至少我自己习惯的感受 是比过去只用摇杆的时候准头更好了 那缺点就是有点非手 即使老任做游戏思路很简单 好玩永远是第一位的指标 土地也好 体感也好 奇怪的武器 奇怪的弹道 奇怪的机制 Smartone就是在把射击趣味化 如果玩家不擅长杀敌 那就不要让杀敌成为胜负的标准 如果玩家不喜欢射击游戏 那就把开枪这件事情本身 盖道足够有趣 所以同样的 Smartone的单人内容 也没有好莱坞式的演出 没有辉煌的故事 有的是弹床 滑锁 加速版 沐浴机 旋转平台 是各种奇奇怪的章鱼军团 是单人扩展包里五花八门的扩展玩法 整个就是一个大型游乐场 玩家就是会开枪的麻溜 玩的就是乐趣和创意 认真的态度 有趣的内核 扎实的内容 还有完全不同于传统设计的新衣体验 Smartone适不适合你 我不确定 但环顾整个市场 至少它的存在 的确配得上是一句独一无二 我想但凡接触过Smartone的玩家 应该没有人不敬参于它的设计吧 大到角色形象 武器服装 小到UI动效 海报logo 这款游戏仿佛一脚踹爆了开发者的创意阀门 热情和点滞 如同喷泉一般 源源不断的冲击着玩家的视觉神经 把乌贼 霸爪鱼都拟人化 这要一般人来设计 呃 这估计怎么都会带点克什鲁 但任天堂却能设计成这么可爱 还一个晒一个的眉目清秀 这单身久了看乌贼都 而且老人内部肯定少不了吃货 要不然这越好吃了怎么就长得越可爱呢 那没错 我说的就是你 有没有和我一样门这只小海参的 举个手啊 不夸张的讲 在我眼里 Smartone就是目前日年堂设计的天花板 它的设计 其海洋生物 灾后世界 潮流文化 Hip-Hop 电子摇滚 街头喷涂 日系偶像 以及团队竞技与余生 其创业的品质之高 数量之密集 在同围稿创作的我来看就是羡慕嫉妒恨 与此同时 Smartone的系列制作人野上恒 同样也是创造动森系列的核心人物之一 所以Smartone和动森之间有着许多传承和影响 比如两个游戏里的商店都是按天刷新 动森有动森语 Smartone有乌贼语 每次打开动森 西施惠 都要准时卖萌 顺便报告一下自己的私生活 Smartone同样会有我完全不想听 但小姐姐就是不让跳的赛事报告 动森有传奇歌手KK卖唱现役 Smartone更是干脆把偶像产业做大做强 直接快进到了全民奔迪 但这些还只是开胃小菜 我觉得Smartone从动森上获得最大的是 动森特有的与现实生活相互交融的文化力 动森的玩法决定了他不能像老任其他游戏那样 一味的追求幻想与夸张 他需要将现实生活带进游戏里 想想看动森里有多少种类 多少风格 多少形态的物品 类似的地位Smartone同样也有 并且这一次一改老任过去柔和的做派 虽然角色依旧Q弹软萌 但定位显然是更加开放 更加成人 文化设定也是牢牢的咬紧的潮流 身上穿的 手里拿的 墙上贴的 屏幕拨的 目之所及都是一副 时代弄潮惹的炫酷气质 简直就是把潮字贴在了脑门上 其中游戏出色的服装设计 尤其被玩家津津乐道 不仅颜值能打 还亮大广宝 这款式 这图案 这配色 直接拿到现实去卖 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现在不就很多人对穿搭头痛吗 照我说 Smartone甚至可以作为 潮牌穿搭模拟器 现在游戏里搭配出喜欢的造型 在具现实中找类似的款式 既玩了游戏 又赢了生活 你们还别不信 我们还真这么干了 这件衣服大多都是借的公司小伙伴们 自己的衣服 然后照着游戏拼拼凑凑合起来的 换一度还可以吧 而且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呢 大家觉得这个老刃牌穿搭APP靠谱吗 游戏中还有许多和现实互有往来的设计 水枪 刷子 绿桶 圆珠笔 劫测笔刀 每一个都来自我们身边的日常用品 很多时候甚至可以通过常识和联想 来辅助理解游戏的玩法 像高压水枪就预示着更远的射程 浴缸甩出来的是泡泡 香槟喷出来的墨水 射程不错 但时间一久准头就差了 而焦老喷枪则是毋庸置疑的徒弟之王 官方还会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 选起生活中的话题 让玩家分为两派互相对抗 以此注意游戏中特有的祭典狂欢 像是龟兔赛跑支持谁 番茄酱和蛋黄酱更喜欢哪一个 也不乏和现实的联动 惊恐门的薯条VS鸡块 电竞甲子园的梦之共演 玩家甚至可以通过每一作的最终祭典 直接影响着续作的开发 像三代破败混乱的视觉主题 就来自于二代最后混沌阵营的胜利 可以说是既热闹又充满了话题性 只可惜这部分我入客太晚了 没什么机会去体验 考虑到三代有中文了 到时候如果可以搞一个老妈和女友 同时落水先救谁的祭典 我想战况一定会非常激烈 物理意义上的激烈 不过要说大部分人最喜欢的 可能还是公主和饭田所代表的电子嗨歌 玩家不光可以在游戏里看他们作为偶像 播报赛事 主持祭典 参与剧情 更能打破次元壁 在线下听到热灵堂 为他们举办的实体演唱会 领略跨次元的最新体育 在《斯巴拉痛》身上循环得尤为出色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斯巴拉痛》和《动森》 又有些许不同 《动森》是引导的玩家向内社交 而《斯巴拉痛》是团队禁忌有心 所以他更张扬个性 潮牌服装 流行音乐 大厅上满是别人的画作 都是在鼓励着我们向别人展现自我 同时他也更强调沟通 强调与玩家的生活接轨 把文具变成了武器 让玩家在游戏里争论先有鸡还先有蛋 想起办法打通游戏内外的偶像文化 甚至于开发团队也始终与巫贼研究院来支撑 坚持将游戏信息通过报告的形式传递给大家 努力把每一个环节打造成充满仪式感的互动 所以玩这游戏的时候 我总用一种很奇妙的亲切感 明明身处虚拟 但又处处回想着现实的趣味 任天堂用强大的审美和设计 魔法般的把现实和游戏结合 并潜移默化间改变玩家的心态 引导我们去发现生活 这对过去半年里经历了办公室 开档案馆 开咖啡店 遭遇疫情 以及遇到多到发疯的各种困难 再加上自有兼合伙人TT老师的离世 总之遇到一大堆事情的我来说 Smartone给我一种独特的温柔 它提醒了我生活乐趣 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多 就像前阵子因为玩了NS Sport里面的羽毛球 让我在现实也买了一套羽毛球派 时隔不知道多少年 又打了几回真正的羽毛球 然后又回想起了 打羽毛球还是那么的快乐 以前在学生时代天天打 反倒忽略了 所以今天我们打算去实现一个 自从玩了Smartone之后 就一直徘徊在我脑子里的想法 我要去打一场真正的水枪大战 《味方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我队友还想跑 正天堂似乎总是有办法 将现实快又被人遗忘的乐趣设计成游戏 一边引导大家享受电子娱乐 一边又让玩家因为游戏 重拾对生活的好奇 这种好奇是团队两个不只玩游戏的小姐姐 为了胜利玩命的喷涂的对决 是我们想尽办法东拼西冲 将游戏里的穿搭带进现实后的显摆 是我们购置水枪 手持绿桶驱车数小时 特地跑到乡下和小伙伴们激情对色的笑容 不管你们最终玩不玩这个游戏 我都希望各位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游戏里的 生活中的 给各位懂在 我是聂俊 为了情节目続 使用设定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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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 所以我已送到属于平洋少年 所胞图适应公里工 不永久都是因为 画面给什么 嘎 そうですね 自己的不错 亲手夹 这是 对 我们 初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